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视台嘚嘚嘚嘚嘚说好几期节目有什么用啊 其实就三句话 是吧 接饮食 讲过了 圣起居 起居一个是说作息 再就是房中 丑期禁地家中宝 啥意思 现在老婆守 小老婆漂亮 圣起居 今天我们讲 试寒温 你看这天又变了 什么叫试寒温啊 还是我说那句话 取中 极寒的地方不会有生命 极热的地方也不会有生命 地球是不是有两极啊 是吧 所以他们 梁东他们开发高端旅游 要到南极看企鹅 要到北极去看北极熊 然后梁东组织这帮人有钱人去 他不去 我说你怎么不去啊 他说那些地方连草都不长 我去那干嘛 我说你还真没白学中医 是吧 现在一帮失魂落魄的人 总要去下节课我们要讲那个安危嘛 都是居安思危 安逸惯了 悠闲惯了 想找刺激 就到这种荒芜人烟的地方去 那些地方连草都不长 去那干嘛 是吧 那到赤道上呢 烈日炎炎当头照 又是个极热的地方 也不大适合 那么最适合人类生存 发展 文明诞生 发展的就是什么 两极的中间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温带 北纬三十度到四十度这一带 它叫什么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在极寒的地方 你需要去发热 你在极热的地方 你需要增加体液 去降温 都是消耗你元气的 而在这种寒温适中的地方什么 你不需要费太大的精气神 是吧 省下来精气神 干嘛 发展你的智慧嘛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寒温 但是这个寒温呢 我们昨天说了一个气的问题 现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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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我这 开始给后帮期的同学 开始修身了 扎针吃药了 我发现 大家之所以上后帮期 确实因为自己病得不轻 刚才摸一个同学肚子 我说您那阴森森的是不是倒过目啊 这就说 人的温度 人体温多少 人体温多少 但是一说体温 现在西医也承认体温呢 有几个地方体温是不同的 是吧 有夜下温度 有肛门温度 还有口腔温度 它们是有差别的 但是你还会看到很多人在发烧的时候 手脚是冰凉冰凉的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热身绝一身 决就是四肢腻了 那给人看病 你是看他发烧呢 还是看他发凉呢 你是用热药呢 还是用含药呢 是吧 所以在人的身体上 很多地方它是含热并存的 我们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 出来不会看病 为什么呀 看病人能开十个方子 觉得你这个寒热虚实 表里阴阳都有 就拿定主意该治谁 其实你打仗或者跟人作战经商一样 你也会发到 发现很多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甚至是矛盾的 为什么说主帅重要呢 家有牵口 一人做主 主是一人 这个做主的人就要决定取舍 就要决定我的主公方向是什么 主政是什么 然后其他东西我都不顾 所以张良说 大行不顾细紧 大礼不辞小让 他能抓住主要矛盾 碰到我们对节气 对外界的寒温的适应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有什么 抓主政的这么一个决断力 第一要知 第二要觉 第三要培养自己的感 因为有些东西 我昨天说了 正人买旅是拿尺子 拿仪器 测量不出来的 但是老天爷给你有一种本能 你是能够觉到 你是能够感到的东西 如果你能在细微之处已经察觉到或者感到了 这时候你就能什么 及时的去调试它 是吧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我总是能取得那个中间平衡状态 大家记住 生命就像走钢丝 是吧 偏偏偏 偏到一定程度就掉下去了 偏到一定程度 自己调整过来了 还能走 自己调整不过来了 碰个好的大夫或者好的朋友 又帮你调一下 你又有扶症了 总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那么我们说小孩子看到他这样 发烧 咽喉红肿 甚至还有点抽搐 但是手脚冰凉 你是治热呢 还是治寒呢 凭什么你判断他是热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症和邪的问题 什么叫邪 所有跟你的气的振动的频率方向 不一样的 都是血 是吧 就像你沿着某个方向在走 你有你的波长 你有你的频率 你有你的方向 不管你是螺旋前进还是起伏前进 你有你自己的一定的频率 所有干扰你这个频率的都是血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不是自己身上的肉 它长不住 现在医学一解释说这是排异 那么我们讲 维持人的正常生命的需要一定的温度 那么最适合人的频率的温度是什么 或者是热源是什么 我们整天说阴阳阴阳 现在又有一帮浮阳派 就说不是邪 是正 让我们温暖的东西是什么 对啊 太阳 记住 阳光是最适合我们人体阳气的 那个正的 正面的力量 其他都是由阳光衍生出来的 逐渐就开始偏离 就开始偏离 那么最适合人的 温补人的阳气的阳光 不是夏天那个太阳光 是什么 冬天的阳光 我们说冬日暖阳 冬天是寒凉的 你要硬它 就是说我也能吃点凉东西 是吧 我也不怕着凉 但是呢 恒它一致 保持一致以后 如果过了一定界限 这系统又要崩溃 那么你又要讲点核 是吧 核就是不同 就是要取点暖 取暖一个靠太阳 靠太阳的方法 有这么几种啊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不晒太阳 好多人宅在家里 是不晒太阳的 出来小脸煞白 这个古代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治病的方法 叫制备 我们所有手脚冰凉的人 阳气不足的人 别老说自己没钱 吃不起东同下草 吃不起人参 干嘛 晒太阳去 晒太阳有这么个诀窍啊 第一 不许有风 你关在屋里晒 第二呢 不许晒头 不许晒头 为什么 下学课我们会讲 开始正式讲中医哲学 会讲到阴阳啊 头呢 诸阳之慧 头是脑袋 是装脑脑随的那个带子 所以健康的人是头脑冷静 四肢温暖 不健康人啊 手脚冰凉 头脑发热 你要非要把自己晒 头脑发热 那你就晒吧 晒头去吧 所以你看 那儿不是有太阳影子吗 谁要是懂站庄 那就是把头放在那个影子里面 把脖子以下那个背 对着太阳晒 你都不用摆任何姿势 你就那么晒着 然后你就感觉什么呀 从前面开始冒凉气 从前胸从膝盖开始冒凉气 对对对 该怎么着 我说什么了 阳气不足的人 你们健康人站庄 复阴抱羊 背对着那边 面朝着太阳 阳气不足的人 想取天地的能量 去补充自己 那就把自己的背对着他 去晒背 为什么晒背 为什么不晒肚子 因为晒不进去 肚皮太厚了 肚上有脂肪 晒不进去 后背的肌肉 脂肪都很薄 所以做爱揪的话 你说 在下一步 我们就讲这个温暖 取阳气 做爱揪 揪背面 效果最好 揪前面 我有几个 我告诉你啊 学医这个事 一定要谨慎 别以为你们看了几个人 没学过医 夸夸夸就出名了 好多人也把自己害了 有几个人就学爱揪 揪自己一直在流浓 肚在流浓 膝盖在流浓 竹三里在流浓 为什么 爱揪这个东西啊 是靠那个爱揪的人的意气 加上爱揪这个能量 往里渗透 现在人也不讲意 不讲气 就是就那烫 烤自己 烤红薯 烤的皮胶里 外胶里嫩 皮也浇了 流浓了 里面还是冰凉的 所以我一般给人治病啊 前面的银行 我一般都扎针 你想给你块冰啊 你拿那个爱揪去烤它 需要多长时间 你拿个冰锥子 啪啪 哪块 所以晒背 是穷人最好的 补充阳气的方法 尤其是在冬天 为什么是冬天呢 冬天一个是人相对必藏 它那个阳气啊 不是在外面嚣张 第二呢 冬天的阳光不那么毒 所以正好取个钟 水湖里面说 干旱的时候 说怎么说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道河半枯椒 都晒成那样了 你在去那晒 农夫内心似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回去利用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买房啊 老是考虑个朝向 我在国外看 人家房子都歪七扭八的 没有什么朝向 为什么 他家里空调厉害 所以他外面有没有太阳 无所谓 但是我告诉你 有太阳晒的屋子 和拿空调热的屋子 里面气完全不一样 慢慢你们站装体会那个觉 你一进一个屋子 你就知道里面那个气 你就知道在这多待一会 还是赶紧出去 我上周不是陪着我老婆回家吗 回她那个在日本那个窗口 他们也是一个独立的那个house 我进他们那个家 我就觉得难受 我说这家太阴了 然后待会他说 哎呀我住了十多年 我没觉得阴 现在回来我感觉到阴了 是吧 为什么感觉到阴了呢 是因为他变得健康一些了 可是当他寒入骨髓的时候 你看那日本人啊 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他们赏樱花的那个时候 樱花是早春啊 不是很暖和 地上铺块塑料布 然后日本的女人都是丝袜 然后就坐在那塑料布上 然后喝着凉啤酒 上面倒是樱花 我看着我都替他们冷 但是他们不觉得冷 他们为什么不觉得冷 因为他那个冷已经把他给麻痹掉了 我有个老父亲 唯物主义者 他老婆是中医 他俩孩子是中医 他不信中医 那年快七十嘛 我爸过春节来我这了 来我这过年 03年 我爸洗冷水澡 洗完以后一边插着自己身一边说 诶 徐宾 你瞧瞧你 快四十 那会儿我快四十了吗 03年吧 不到四十 你看你这快四十 人还不如我 我都七十了 我还能洗脑水澡 我说爸 这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太热 一个是你太凉 你已经不觉得那水冷了 甚至那水都比你热 我怀疑你属于第二种 后来没过半年 我爸脑梗 就是说他太寒了 以至于他感觉不到那种寒气 所以当你 咱们都洗过衣服 当你用湿手 说外面衣服干了吗 你手是湿的 你去摸着衣服干 可能吗 永远不可能 你带了一身的寒鞋寒气 在体内 你说 我们体会一下外面温度 你永远觉得外面是温暖的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简便 正好又是冬天 回到家里 所以我选择的房子 都是向阳的房子 向阳的房子呢 有时候我 赶个休息天 我就 躺在这个 而且你看啊 这古代房子都有屋檐啊 屋檐干嘛呢 你算一下 咱们算一下 他那个日光的投影 就是在冬至日那天 阳光 就是太阳最偏的那一天 他正好通过那个屋檐 射到你家里很深 最深 然后随着太阳往回走 他这个影子在想 等到夏至日那一天呢 基本上阳光又射不进来 他被屋檐挡住了 这是什么 这中国人根据 最好利用自然节能减排的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把这些阳光什么都都不管 就是自个儿能发电就完了 所以你这会儿再选一个 《黄龄内经》讲是冬天怎么养肠啊 夜卧早起 夜卧晚起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是吧 干嘛带日光 没有日光下 你也能活动啊 但是你消耗的是什么能量 消耗的是你的阳气 所以选一个这么白天 最好是上午 为什么是上午啊 上午的太阳是 生的 是吧 有人说下午不是那个最热吗 是吧 下午热 但是他那趋势是 往下走 你做爱揪啊 从一个小点 慢慢点的 点的大了以后 这个趋势是 补义的作用 等他火快逐渐灭了 那是一个蟹的作用 在家里 把头藏在那个阴影里 把整个身子背 对着那个太阳 然后你就体会一下 那个嗖嗖那个凉气 往出冒那个感觉 你心里就说 哎呀 你们快走吧 你们快走吧 你想想 人得个肿瘤容易吗 最早那肿瘤是什么 都是一口气 都是那种寒气 慢慢聚聚聚聚 到你不管它 你也管不了它 最后它变成了一个 有形的东西 有质的东西 最后再长那个 我们有几个同学 站庄已经有感觉了 有的是冒凉气 有的是流眼泪 有的是打嗝 慢慢去找那感觉 开始你们会不舒服 慢慢会觉得 站庄会觉得舒服 这样就好了 直备 下一个取暖 跟太阳最接近 你说 有用 你在没隔玻璃咋办 有风啊 不是隔着玻璃是无奈之举 还有什么高科技咱隔个啥 反正我就隔着玻璃完全有效 因为要避风的 什么 不是开玩笑 夏天 或者到那个紫外县 特别强那地方 我八月份去趟九寨沟 看人家坐飞机 到那黄龙军场下飞机 一下飞机 我看着女生们都在抹 我还嘲笑人家 等回来以后 我这全爆皮 颧骨鼻子 全晒破 紫外县特别强 这个取中 太阳太毒 紫外县太强 你要防它 如果是冬天这会儿呢 你要善于去利用它 你要制备的时候 你再涂防晒霜 就没任何意思了 全给反射出去了 船 不仅要穿啊 我的感觉前面 你还得闹一个小毛毯 这屋我们要铺榻榻米 以后中午大家休息 不要趴桌上 到这儿 那屋暖气也挺好 太阳一晒 铺毛毯 有时候它那个 空气不是它对流吗 以前有人说句话叫 火烤胸圈暖暗 风吹背后寒 在大野地里 围个篝火 这烤着这儿热 但是背后就凉了 你晒太阳的时候 这儿热的话 一个是这儿冒凉气 另外它空气对流 那种凉气也往这儿走 所以前面还是护一个毯 取暖 取暖的另外一个 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咋办 这就是说 太阳的余热 造就了一个神奇的植物 叫爱好 为什么叫薅呢 所有叫薅的东西 都是长得很高的 亲薅 爱薅 我们叫同薅 就长得很高 你不要管它的话 它长过高过人头 中国人 发现了热和热 是不一样的 你们自己也应该 能体会到 用木炭烤的肉 和用煤气烤出来的肉 和用煤球烤出来的肉 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的几个失眠的病人 回去熬药 然后回来跟我描述 说什么 我要是拿煤气主药 我吃这个药也没事 我要是平时吃饭 拿那个电磁炉吃 嘴上就起泡 睡不着觉 就是这个热源不同 带来它那种能量 是完全有差异的 中国人几千几万年来 试了很多能够发热的材料 最后选定了一种材料 把它制成治疗的工具 用来发热 听我说话 我们试过了几千几万种材料 最后选定了一个 它是跟太阳光和人体的气的频率 波长最接近的 就是碍液点燃以后产生的那个热量 也就是说当你想取暖 温补自己阳气的时候 而且那天又没有阳光 咋办呢 你们肯定能体会到 这个水暖的热和那个电暖气那个热 是不是不一样 电暖气那个热就是斜热 还有电路子 电路子可以救急用 我们那次到四川采药 四川又潮 那天又下大雨 整天一摸他们那被子都是潮的 幸好有个电路子 我把那电路子点着 点着暖和一会儿 暖好被窝 你们记住 用的时候就把它关掉 我治的病人里面有用电路子 闹自己小产的 有让自己月经提前的 这都是什么 就变成斜热了 推动你了 这些热我们体会过很多 最后选定了这个 为什么选定它呢 两个原因 第一 艾荣 是最早碎人士钻木取火用的那个引燃材料 艾荣 就是把这个艾叶啊 导成特别细特别小那种小绒毛 它引燃的效果特别好 这是第一点 知道钻木取火吧 实在野外 逃生 没带火的时候 记住 这个方法可以 另外呢 一个是容易引燃 第二个呢 保持火种的时间最长 古人有句话叫 炉烟虽熙 灰中有火 好多人你看他发烧烧退了吧 好像他好了 没好呢 那小火种还在 不彻底给他闹灭了以后 他还会起来 所以我们很多人感冒发烧好了 然后一回家吃顿好饭 哗那烧又起来了 这叫炉烟虽熙灰中有火 所以爱荣 做爱揪寿 最忌讳什么呀 千万要小心 小心火烛 这个是最容易引燃东西的 而且是什么 往往是你大意觉得你把它暗灭了 或者是你把它拿水浇灭了 最后它又着起来 所以大家做爱揪的时候 一定要先安全地 治好治不好病 咱另说 治不好病咱还有命 你别最后把命给送了 我有一次用这个爱揪 我爱揪的时候 一个是把自己落下伤疤 把自己揪的一块一块 还有就是我们家那被子褥子 一个小伙子掉上去 稍微不注意刷 烧一块 还有一次什么 我用了一个粗的爱卷 就完了以后 就放在那个烟灰缸 玻璃的烟灰缸 我拿水 我还是拿水把它浇灭了 然后就放到厨房 那个洗手池边上了 然后我就睡觉 睡觉就听着厨房嘎巴嘎巴响 我说我们家有耗子 想睡就没带起 但是后来又听得特别剧烈一声响 我说不对了 活见鬼了 去了一看 爱卷又着了 然后呢 他着了以后把那个玻璃那个烟灰缸炸 那幸亏我还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 还在厨房 那要是放到别的地方呢 这个家就着起来 就是说大家用爱揪呢 一定要小心掉下点灰烫一下自个儿肚皮 没什么事 别把别的地方弄着了 这个爱 母爱 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是好母亲啊 但是我们取大多数的 大多数也有也有刁的 为什么叫母爱 为什么不叫情人之爱 情人之爱 热烈 我们用另外一个好词形容叫热烈 相当于夏天的阳光 这个母爱是什么 不撩拨情欲 渗透力很强 另外呢是非常的柔和的那种渗入 绝对不是强暴的渗入 所以这个呢 专制什么呀 专制 什么叫哀呀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有那个想法 没那个能力 为什么人家死了 我们去治哀呀 是吧 我也不想这事发生 但是我也没办法 是吧 这叫哀 哀莫大于心死呢 哀莫大于心死 只有中医能解释 人活一口气 活就是心气 有心气的时候就有 有兴趣 有欲望 有动力 有想法 有食欲 有性欲 有情欲 人要心气 也没了 啥 啥也没意思 给一个金山 给一个美女 所以这种 利用自然界的这个材料 来达到帮助我们试寒温的话 这个在 我们植物里面是首选 而且大家记住 艾草 放的越沉 效果越好 越沉越好 越沉越好 产地也有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 各地都有不错的爱 以后我们专门有爱揪课 专门有一个爱揪的专家 范老师 给大家讲爱揪 我呢 这头面 这四堂课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一上课 就先入手 先摒弃一些错误的东西 先掌握一些 简单一行的 关爱自己的方法 下面以后 咱们上课就顺了 别学了半天 都在那玩悬的 不实用 琪爱 这个 琪爱是李时珍的老家 怎么写那琪呢 应该是个丹 广东 罗浮山下 有一种爱叫红角爱 中国人用爱的历史 记住啊 爱揪的历史 远比真刺的历史要长 中国人是先用爱 后用真的 你们猜爱是谁发明的 神农士 谁啊 先有女娲 后有福西 真刺是福西发明的 相当于父爱 我去日本 不会说日语 然后整天 看他们说话 我自个儿待着 待着又无聊 干嘛 听国学堂 听国学堂 听得我自个儿都乐 然后那天说起这个 关爱父母嘛 要跟父母拥抱一下 然后就说起 我小时候挨我父亲打 我说这个正常是没接触 没接触是零 关爱父母有接触拥抱是正 我他妈这是父 就带着他妈的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就播出去了 不像话 不像话 你们你们有谁做过爱旧 呵 还真不少 但是我告诉你啊 爱旧不是人人都适合 碰个阴虚火旺的 碰个或者食火症 你再用爱旧 那就火上加油 谁要是做完爱旧以后 睡不着觉 马上去停 停爱旧 而且爱旧记住 别大晚上做 谁要是晚上去做爱旧啊 那就蠢 白天没时间 那你检讨你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 一定要什么叫硬 别反 别反 你看我们现在好多人 都是大晚上出去喝酒喝茶 不好 古人做爱旧是怎么做呢 古人做爱旧叫壮 你听这名 他是把爱旧啊 捏成一个 比这还小啊 大米粒那么大 一个小爱旺团 然后呢 直接放在你的皮肤上 然后点 你看他从点着到 特别烫 然后觉得 那个就好像有点 穿透力特别强 就往里渗 然后他灭掉 这叫自然揪 或者也叫发泡揪 揪完以后起个大水泡 他这样有点狠啊 身体法肤受之父母 不要轻易毁伤 我们现在用的揪法呢 就是这样 不直接跟皮肤接触 不直接跟皮肤接触 或者用什么 隔江揪 或者隔岩揪 我在讲 《依法方医论》的时候 说过嘛 北方的人 吃 吃 喝牛奶 住的在荒郊野外 容易得这种脏寒之病 脏寒之病什么 用艾揪的方法 另外艾揪呢 在我认为艾揪 最好还是揪背面的输血 还是刚才那个理论 太阳晒进去 能穿透力墙 揪前面的输血呢 因为如果你们知道 学过解剖的话 拉开你的皮 底下是一层黄油啊 这是高和荒 这是荒 白色的油是高 这层黄油 你那个热透不进去 揪前面的话 一定要找翘道 找什么 有人问比尔盖斯 你们家有苹果吗 他说我们家从来不吃苹果 然后人家问 乔布斯 你们家有窗户吗 我们家从来没有windows 翘道 什么叫翘道 只有这儿开着个孔 能让你那个艾揪的热和气 能透进去 哪儿啊 官员有 你官员那儿有个窟窿呢 厉害 我们班有高人了 官员官员 哪儿有呛 反体子那官多难写 我都不会写 只有一个翘道 神雀 你那儿是官 我这儿是雀 什么叫雀 雀口 门 天安门 五个门 中间那个大门就要雀 所以你们要掌握的话 别找别搞任何花里胡哨的事情 中医其实很简朴很简单 就 就揪神雀 揪神雀 揪神雀 如果你太胖 肚脐肉特深 咋办 一隔枪就 细盐 撒进去 那盐的那个 另外下面我讲取暖就开始讲盐了 人是从海里来的 不是猴变了 现在人开始研究那个海豚 研究海豚那个治理 人绝对是从海里来的 所以盐水是一个天然的药物 我们以前看过电视 叫闪闪红星 是吧 红星那儿缺一少药 连盐都没有 其实有盐的话 你有伤口的话 经常用盐水清洗伤口 它本身就是个治疗 这个盐的加热以后的频率 跟人体那个频率是完全一致的 你想我们血液里面 我们出的汗都是盐 是吧 肚脐如果 你得一个胖人 肚脐特别深 里面灌满盐 给他揪 这个通过这个撬道 就能进去了 而且揪神 却有个特别好的作用 叫回神 要不要把那窗帘给你拉下来 来来来 还没 那个谁 阿B 给把那个弄一下 晒的都是美女的脸 人家又没涂防晒霜 你就别拉了 就晒不着你 再拉 再拉 能全遮住 好 回神 回神效果 现在失魂落魄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站庄站得特不耐烦 站不住的时候 你就干脆 得了 我躺那儿吧 我练个睡庄 睡庄怎么弄 爱揪 但是爱揪的话 一定身边要有人 因为他回神 回的你就沉睡了 沉睡那个 爱揪 不让他一掉 着 着了 自个睡着 床也着了 俩都着了 爱揪这个回神的效果是特别好 为什么回神效果特别好呢 神也是喜欢 心是热的 血也是热的 神喜欢待在温暖的地方 我们现在人都是心里挖凉挖凉 血也是冷血的 那个神就不在 心里边待的全是魔 你看有多少虐杀动物 虐杀人的那些人 正常人能做出那种举动吗 是吧 不是啊 回神 说啥呢 第二个取暖的戒指 烟 他们有条件就追求一种 符合自然 符合人性 符合身心健康的贵族生活 但是现代人有钱以后 反而去瞎闹瞎躁 我到日本泡温泉 两个感触 一个是那温泉好 第二个 他们太蠢了 我都在那 一泡完温泉一出来嘛 出来就是冰箱 冰箱里面可以拿 它不是有个手链吗 那个自动的对码 一对码 点哪个冰激凌 冷饮一按八就出来 特高科技 就是刚泡完 然后就喝冷饮 然后在那换衣服 进来俩老大妈打扫卫生呢 给我惊了一下 我说这该做什么反应 脑子没经过这么个程序 后来看人家 熟视无睹 我也就假装没事 后来我说这要进来个仓景空 会有什么反应 还有就是 他们做完那个 就是泡完温泉以后 就风扇 风扇完就吹 吹干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他那儿也有做完那个 温泉以后做按摩 他叫整体 跟我说整形差不多 整体那屋做整体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中国留学生在那儿打打工 因为他们做整体没有什么任何技巧 就是就是按 按上半个小时 也挺贵的 半个小时六千 五千日元 三四百块钱吧 但是整体那个屋里全是空调 全是空调 而且那日本人设计特周到 你躲哪个角落 那空调都能吹着你 所以这是我没办法 已经定了 而且而且是按摩的又是个中国人 不好意思退 我假装也是日本人不说话 因为他们都有心理障碍 凭什么都是中国人 我给你按 你被按 所以假装不说话 然后泡完以后被他按完 我赶紧又跑回那池子里再去泡 再把那刚才受那个寒气 因为什么 我有感 我有觉 他们没有 他们必须得 凝成个大肿瘤以后才有 怎么会这样 甚至很多人 凝成那么大肿瘤 他也没敢没觉 他是靠体检查出来 所以有的人到最后 不得不求助于什么 为什么要安乐死 因为太痛了 那会儿 感和觉恢复了 就是一直没有感觉 到那会儿感觉恢复了 但是到那会儿已经完蛋了 所以我治胃病不怕人说 我胃疼啊胃胀啊胃酸 我怕的是我能吃能喝 但我一摸胃那全是冰凉硬块 为什么 这种病往往很重 下面说这个盐 盐一个是泡水来治病 另外呢我们中国历来 不论民间还是医院中医 都把盐炒热以后 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温补洋气 驱寒鞋的一个很好的戒指材料 这个盐是大粒盐 青盐或者大粒盐 大粒盐什么意思 是矿盐 不是海盐 我们现在吃那种西面盐 都是海滩上晒出来的盐 这种是矿盐 这个盐什么特点呢 跟人体频率接近 而且这个盐的驱邪的能力特别强 它不是温补了啊 这已经从母爱到舅舅那了 就开始有时候会揍你一顿了 驱邪效果特别好 当然已经受了寒邪 你想把它驱赶出去的时候 用这个盐 运 用盐运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扁鹊说 急在臭里烫运之所及也 汤运呢 一个是泡汤泡温泉 用热水 再一个就是运 这个运呢就是用盐 所以家里呢 大家准备几个盐袋 盐袋啊 准备点大裂盐 然后呢 这个大裂盐现在也有高科技了 把那盐袋放微波炉里一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千万别用高科技 什么方法土 什么方法最自然 我的很多病人啊 如果我给他用那些温补的 温阳的药 他拿微波炉热那个药 效果还好 我要给他开清热或者滋阴的药 你再拿微波炉一打 完了 等于又给我这药里面加佐料了 所以大家还是老办法用铁锅 把那个大裂盐炒热了 甚至有的时候会要炒红了 然后拿出来呢 慢慢的 先割几层毛巾 慢慢的剪毛巾 哪儿 这个止痛 不能说止痛啊 他应该说 去痛的效果特别好 他能温通 特别是在血管里面的 寒性的淤血和凝滞 因为他能入血脉 这么大 姓胡大小吧 姓胡大小 姓胡大小吧 他要比爱要热 也不 爱是火头 他这个热是一个 用爱调的热吧 他有一个其中的 有个火头热 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个大面积的热 特别适用于什么 大面积的疼痛 腰痛啊 腹痛啊 这个缓解痛筋的效果特别好 咋了 效果也很差 效果很差 必须是矿炎 嗯 淘宝 这这这这这这 孙童语真是干了件好事啊 什么东西都能到淘宝网上去找出来 盐炒头了 所以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还是那么快 你要 那个盐有个什么特点啊 就是你反复用几次以后就换盐 你们现在到有些足底按摩店或者是什么保健店啊 人家服务挺周到 你往那一坐 然后给你拿那个微波炉打一包那个大烈盐 就给你往枕头那一放 我就不要 我心想这被多少个患有病气的人整过 然后你又让我整我才不要 所以用一段时间 这气是互相交换的 你说那个闹成末了都是这使用时间炒过 反复炒几次了 炒一次不会碎裂的 肥炎是特别高温 特别高温的 我们家以前烟菜用的全是这种大烈盐 矿盐 你们试一试啊 痛筋 这个小女孩现在痛筋啊 太多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没别的 就是寒 刚才不是说是寒温的吗 你看这现在这到大冬天还忽悠个裙子人有多少 他开始冷 然后他就不冷了 他真不冷了 你别觉得人冷 人不冷了 为什么 寒已经进去了 寒入骨髓 人不冷了 等他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开始冷 然后关节开始变形 所以碰到这种人呢 他就是对对这种冷 已经没没反应的人 在青春期或者少女期甚至结婚以后 那个痛筋一直伴随 尤其这个寒通过脚 然后沿着大腿内侧上到小肚子 这个我们叫肝筋脾筋肾筋 这三条线往上走的话 都聚在小肚子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女孩子痛筋的 你们将来啊 别治那些要死要活的病 什么白血病啊 癌症啊 小孩子高烧啊 别 又危险又不挣钱 是吧 家死个老人没人找你 家死个孩子呢 是吧 全家的蹲家门口 你们就治这种痛筋 又死不了人 还有效果 怎么办 盐 如果盐如果还不够的话 它那种阴寒凝滞的散不开的话 葱 白 拿铁锅炒了 炒出那种香味来 这个拿铁锅炒和拿微波炉完全不一样 微波炉是拿它里面那个水器把它弄熟的 铁锅炒是用的是火器 先拿葱白放在肚脐上 等于是个什么开路先锋 开窍的 先通窍 然后把那盐放上去 人在痛时候要房子要地都给 你看给过 当时旧级这么做 平时就要吃药了 我看很多孩子 现在孩子 给孩子一定要选个好学校 这同学互相的影响太大了 同学互相传恶招你知道吗 怎么传 明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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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什么舞蹈课 体型课 游泳课 正好明天要来立价 边那女同学告诉他 我告诉你 你今天晚上把脚泡到冰水里 明天马上就没事 明天肯定月经历不来了 憋回去了 憋回以后呢 下次来呢 痛死 不是疼死 不是疼死 是痛死 就是盐 还有的盐呢 就是治老寒腿 父母有的 有的父母关节啊 总是不好 总是能预知 这个做天气预报员 天气一变化 为什么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叫赶 家里没有内鬼 引不了外贼 外面稍微有风吹草动 里面就内应 就是说里面已经有斜风 寒斜或者湿斜在里面 外面一有变化 它就有反应 像这种病 用这种盐韵的效果也特别好 最牛的方法 我想过 就是把盐炒热以后 把人埋进去 你们见过 有在什么以色列还是哪儿 新疆有那种沙的沙疗是吧 其实就是太阳的 你看人家 太阳 新疆为什么水果好吃啊 日照时间长啊 所以它那太阳 把沙子晒热以后呢 通过一个介质 然后传到到你的身体里面 最最佳方法 那得多大一个锅啊 爱叶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煮汤洗 爱叶如果点不着 效果一般 我跟你说了 爱叶如果不点燃 就没有那个效果 它顶多去点湿啊 去点氧 它不点燃的话 没有那个太阳的那么个作用 我们休息五分钟